怎么办那谷老师 就假如我现在 我就肩膀头子就疼 你说你有啥这儿 按摩某个穴位通过经络 能够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通着不通了 你的感觉就会减轻很多 那你那个穴位在哪儿啊 是就在肩上啊 还是在其他的部位啊 我今天我不想说 拜拜 我告诉大家 那么好啊 我今天我告诉大家 这个穴位啊 特别简单 也方便 叫中足穴 在哪里 在哪里 大家看我的手啊 这是手掌和手指 手掌手指中间这个关节 叫掌指关节 掌指关节 第四和第五掌指关节 靠近手掌这边 往这边一来 有个小挖兜的地方 用大手指按揉这个地方 左右手各一个穴位 这边也有一个 那么左肩腾的话 用左边的 右肩腾顺着这个经脉 往上来 顺着经络巡行 远端取学 疏通整个经络 效果更好 按照腾的话 是说明我已经受凉了吗 如果按照腾的话 就说明你这条经络的巡行 不好 不太好 如果感觉说 就没啥事 祝贺你 是吗 你的经络 还是疏通的 我的经络是疏通的 你的经络归他管 如果要是肩背部位 特别就是难受 经常没有事 按不按 这个很方便 干什么时候都可以 有什么手法 就是轻轻地揉 揉按 别太使劲 一天没有事 多揉几时都没关系 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 周住 经常就揉一揉 这个有好处 受凉之后的这种情况 疏通好用 还是比如说我有些病变了 像肩周炎了 这个穴位能起到减轻的作用吗 都可以 只要是经络不通 导致的脏闷疼痛难受 不舒服 都可以用 据说健康 由油中黄金 还原稻米营养精华的 金龙鱼骨微多稻米油 特约播出 中煮穴 可算是个老牌的穴位 它出自于西晋的黄浦蜜 这写的叫 针灸甲蚁精当中一书 这本书是我国现存的 最早的一部 针灸学的专著了 中煮穴 在这个手上 是守绍阳三胶精上的 一个穴位 煮什么意思 大家伙都知道 三规演义开篇词 有一首 白发鱼桥 江珠上 就这个煮 这个三点水 加一个褶 这意思就是 水中的小块陆地 就这个中煮穴 就好比是这个 三胶精脉气血 输出之地 所以经常按揉 有输送气血 生发精气的 这么一个作用 除了咱们今儿说的 叫肩颈 按这个穴位 它好止之外 您要是 说这后卫 胳膊肘 疼 麻 你找它 也管用